想抓住一个人的心 先抓住一个人的肺 大家好 这里是一家大厨房 八角是一味大料 香味浓郁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把它放在肉类当中来烹饪 不仅可以有效的去腥香味 而且还可以增加香味 引人食欲 八角香味浓郁 我们用白醋来泡一泡 可以解决许多人的大烦恼 在我们的家庭中是非常的实用的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 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八角 把它放到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我们再倒入适量的白醋 这个白醋要没过八角 倒入白醋以后 我们再用筷子把它搅拌搅拌 使它完全的浸泡到这个汁水当中 然后我们把保鲜膜拿来 把它密封盖好来 这样可以有效的把这个香味集中起来 不容易全部一下子给它挥发掉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根牙签 用一根牙签在这个保鲜膜上 搓上一些小洞 这样可以有效的使里面的香味 能够持续均匀的散发出来 也可以保证香味更加的长久 这样浸泡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到房子的某个角落 像房间的角落啊 还有客厅的角落里面都可以放 特别是像一些我们种植有绿植啊 不管是水培还是土培的这些绿植呢 都很容易的隐藏一些蚊虫 置身这些小虫子 我们把它放上这样一碗触泡八角就可以有效的驱虫 像在我们南方春季多雨空气潮湿 很容易就产生霉味这些小虫子之类的 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以前在老家 老人家们都是摘一些八角叶挂在房子中 或者是久不久烧一次米醋来去除空气中的异味霉味 以前我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现在才知道今天我们用这个方法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驱赶蚊虫 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说 我用空气清新剂或是驱虫剂不可以吗 其实这种化学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尽量少用一些 特别是像有小孩子的家庭 这些化学品的气味 还有这些物质是有毒的对身体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 但是米醋和八角都是食用级的食品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使用 可以长期的把它放在房子的角落里面 很多朋友还认为这个八角多贵啊 这样做不是太浪费了吗 其实你买空气清新剂或是驱虫剂 那不是一样的需要花钱吗 那些我也不见得有多便宜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冰箱里每天都会放有许多的食物 各种味道的都有 所以冰箱里面异味串味也是非常严重的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想给冰箱去除异味 可以放上一杯米醋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法呢 加上八角香味就更加的浓郁了 可以更有效的去除异味 防止串味 两种都是食品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也是非常安全的 第三个用处就是用来进化我们的下水管道 我们都知道下水管道 留下去的水都是非常脏的 虽然过滤掉残渣 但是里面的那些油脂异物啊 都还是有残留在管道里面 这样在潮湿温暖的气候里面呢 就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 异味和小虫子等等的 所以我们在浸泡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八角出水呢 不要直接倒掉 那样太浪费了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一点一点的倒进去 然后不要马上冲水 把这个八角出水呢 留置在这个管道里面 给它软化 我们都知道这个食醋呢 有一定的软化效果 而且加上这个八角的香味 这样可以达到去除异味 软化物质的效果 我们一定要给它浸泡半个小时以上 然后再来冲水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除里面的意外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把白醋倒到八角里面 泡一泡真的是太实用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这里是一家大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